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想在马来西亚的摇滚乐呢 其实不算是蓬勃的年代呢 要去推广摇滚音乐算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那么最近呢就在报道的 如果大家有留意到的话呢 就是若干年前的这一支乐队叫做义种 突然间又出来了 那今天节目呢就抓紧机会呢 就把他们五个人抓了上来 不要说抓了 今天是特别邀请他们上来 那这个乐队呢 它其实都是以广府话 这是我们常说的广东话 作为他们的所唱的语言 所以今天我们在听的他们所有的歌曲呢 都是以广府话来演唱的 那今天出现在节目中的 一共有五个人 一二三四五 没有看错 那我想通常都是由主音来介绍大家 主音叫做司徒 你姓司徒 那名字是叫做 司徒之辉 司徒之辉 对对对 司徒大哥你好 我那个开场白就说到 如果该年前大概有 我算了一下大概有十二年吧 差不多是十二年了 十二年了 十二年前你们出来的那个年代 算是在马来西亚摇滚音乐 也不算是蓬勃 也不算是太过热衷摇滚的那个时代 你们是怎么去成军出来的呢 其实一种是在1992年的时候就成递了 那我们就在一个偶尔的聚会就看到 报上有一个就是乐队比赛吧 那时候应该是1994年吧 那我们就那时候就什么都不懂 只有一颗心就说我们爱玩音乐 然后我们又非常喜欢玩摇滚 那我们就看到有一个比赛的 不如说我们玩了差不多两年的音乐了 不如我们去看看吧 我们去试试看我们到底的实力在哪里嘛 就那时候就朦朦胧胧的就去报了这个名了 你们这几个人都是已经认识很久了 还是当时因为为了要成立这一乐队 而去找了这个智慧和智趋相 其实我们一种到现在是 我们现在只剩下两个是旧的队员 那就三个是新队员了 其实我们原本中有变化了 有变化 那我想了解还剩下你是原本的 是我和智达 智达 我们的吉他手 哦 吉他手我们的智达 智达在哪里啊 我在这里 哦 在这里哦 因为另外一个一直在摇头 我不知道该干嘛 你今天没鼓 他过那个中途次摇了 啊 是真的吗 真的吗 对啊 OK 好 那今天不好意思哦 我没有提供妖物给你啊 智达就是当初的这个吉他手 对对对对 所以你们平时都不用唱歌嘛 所以今天要讲话 所以呢那个麦克风是给你们讲话的 OK 因为通常呢 一般上我们都了解 一直乐队呢 通常灵魂人物就是主音嘛 其他人就不用说话 其他人就是玩好他们的乐器就好了 可是今天我们要特别介绍你们 因为可能若干年前 大家还记得你们 若干年后的今天 大家也也许已经淡忘了 那么最近你们就会办一场音乐会 对 这场音乐会的主要目的是 要告诉大家 我们还在 对我们是希望我们的信念是说 希望人做到就是 大马的中文摇滚 还没有死 还有还还能继续下去 这是我们最大的抱负 所以你们就配合了这场音乐会 就特别推出了这张专辑 算是纪念版的还是完全 其实是在 其实是在我们在筹备这个转 其实是在两年前 就那个时候呢 就其实我们已经很久好久 没有玩没有再玩音乐了 就是我自己我试图我自己是 我其实我已经放下了八年 差不多有八年我没有碰过 碰过其他 然后也没有碰过任何就是音乐的东西 那平时是碰什么 平时都是碰碰我的儿子 碰碰我的太太 就比较碰音乐 其实是有一点 在那时候有一点 好像有一点比较放弃的心态吧 心死的心态 那剩下的吉他手 还是那么的死忠在音乐上面吗 还是也是放弃 我也是放弃了一段时间 你也是放弃了 大概有没有八年这样久了 大概是有四年了 那平时是碰什么呢 我又有兴趣了 碰什么 碰车 碰车 OK 你们触碰的东西都不一样的 既然大家对他们 陆陆续续了 其实陆续续还有在玩 那另外三位都是新的 对 其实是我们 其实认识了好久了 那就一直没有机会 就是说合作 然后就刚好碰到 在2010年的时候呢 就我们开始就开始的时候 我有个扣事说 就那把火回来 就我觉得 不应该其实玩音乐是应该一生一世吧 是不应该遇到有什么挫折或者是有什么别的因素把音乐放下来不玩的 那个是很可惜的东西 那就很奇怪的那天我开始说要就有扣事了 那我继续找大家 然后大家就非常赏快的说 做一种做不做 就全部都没问题来吧 其实我是觉得一种 其实我 不是一种了 我是觉得如果是在摇滚 在马来西亚可能很多人说一提醒摇滚玩摇滚乐队他们可能会怕吧 怕什么 可能玩摇滚没有那个怎么说呢 保证 没有什么 没有保证 没有保证 要保证什么 因为有些有些有些人他可能会为了玩乐队会给他带来的比如财富 或者是给他带来的那个利益吧 有点那么 有想的那么复杂 有有有 但是我们就我们的什么也不理了 其实我们的出发点就是要玩好音乐 那说起你们是摇滚乐 我看你们看我不要像玩摇滚乐 我又想我的样子 其实你们是五个人 那比我想象中更斯文 就是可能我就想象中当年的一种跟现在一种样子 有一点变 有一点也变化了 因为你有老婆了 有孩子了 所以可能又进入了另外一个层次 所以现在玩起的摇滚可能比较温柔一点点 其实不是温柔 是我觉得我们现在音乐是比较成熟的吧 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新的专辑里面 我们的作品 比如说我们有写关于 这个社会上的问题 还有是比较我们心情上的 还有是我们一种 一般来说我们很少很少情歌 但是我们在这张传记里面 我们有一首情歌 真的 我们已经成熟了嘛 我们已经背后有一个我们非常喜欢的女人 所以可以写一首歌出来 再加上又碰爱情跟碰孩子碰很多的 都应该可以写一首 然后在里面也有一首歌是写给我们的孩子 摇滚乐可以写给孩子 对啊 对对 OK好 我们先来听第一首作品 就是收录在你们最近推出的一张专辑 也是配合了将到来 五月二十六号 对 晚上八点 八点 对 在 Muthiara Damansara Visma Benly 有一场 对对对 这个付出的音乐会 对 那如果大家听完今天晚上的节目呢 很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呢 稍后我们慢慢的为大家讲解这场音乐会 先来听他们第一首作品 嗯 这首作品 什么都不说 只说一个字就好了 反抗的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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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怕怕我是真好狗带 机会就是大狗带 一八破 这是十八年前的一股作气突然间消失了 然后我们这次出来唱了第一首歌曲叫做《抗反抗的抗》 这一首作品《抗》的是什么 请问我们的主音大哥司徒 不敢拿不敢拿 其实抗的意思是说 无论我们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 我们遇到有什么的问题 可能我们遇到有什么的不如坏的事情 那我们就不应该逃避吧 我看我是应该去抗吧 对对对 所以你们抗的应该就是 所谓的就是对可能摇文音乐 对所有关于音乐上生活上 或者是怎么说呢 这是总之是真能量吧 应该抗吧 那今天我们 不公平的事情我们要抗 我们要抗衡到底 那时候我们抗的时候呢 我们也要看看一下 刚才说到 刚才介绍了紫达 紫达是比较旧的 唯一的旧 旧的团圆 那另外三个都是新的 来一一的介绍一下 来司徒来帮我们介绍 那坐在我个别的 就是我们的其他首 阿萨 阿萨你好 说说几句话 华语没有这样好 那就用你熟悉的语言 给我们介绍 对啊 介绍义众 作家话吧 说过啊 大家好 我是义众的吉他手啊 Sam 好好 那该指导我们介绍过的 还有另外两位是什么手呢 大家好 我是鼓手 我是Edmond 鼓手 平时比较少说话嘛 对不对 对 因为平时都是躲在后面 不用说话的 然后都是打人嘛 对啊 对啊 电人还指比较多话 打狂 那另外一位呢 呃 最年轻的一位哦 今年只有28岁 对对对 跟你们比起来真的是 对 天渊之别 哦 非常年轻的 啊 大家好 我是 背 大家都很腼腆 因为据说呢 玩摇滚音乐的人哦 都不爱说话的 可能不是不爱说话吧 可能是我们怎么说呢 就通常我看不应该是摇滚吧 我看是玩音乐的人就比较 就没有那么那么快手吧 应该 因为我们好多 可能是音乐上的关系吧 因为你常常玩音乐 你常常去练习 那里好多的沉思在你脑里面 可能你对人 接触人的时候 你也不会那么快就说 要讲就讲吧 可能要思考一番才讲 这个是习惯吧 我是觉得 那刚才我们听过你们的作品 我想我们再去归类它之前 可能也不需要去归类 因为摇滚音乐的多样化 那你们本身对于摇滚音乐 你们自己本身选择的那个方向 是什么样的类型 其实我们在玩到现在 我们的音乐只是有一个 怎么说我们区别就是 是一种的音乐吧 那是一种音乐吧 那你可以 如果大家有买我们这专辑的话 你可以听到里面 我们有玩了非常多的 的尝试吧 对对对 我们这时候要听到另外一首作品 刚才我很放心说 第一次写情歌 不是第一次写吧 是应该是比较少吧 比较少 我们是我们第一张 第一张的大碟之中 我们一首情歌也没有 对其实是就写的那么的 白的情歌是第一次 对 这也是你们第二张专辑吗 这是其实是我们一种第三张 第三张 对对对 第一张是1998年 第一张是1996 96 对 叫复活吗 是一种 一种 对 那复活呢 复活是1998年 那张是复活 复活 对对 现在是第三张 20120 所以跨别了将近有12年 有了 真的 对啊对啊 这12年当中 刚才你说到的 这音乐风格也在变 那你们 就是说刚才特别提到 就是你们的这音乐的方向 还是比较趋向 香港 类似香港的摇滚吗 其实我认为不是香港摇滚吗 因为我们可能我们是上广东的关系吧 所以有人说给人的感觉 可能你是觉得是香港 其实我们我们玩的音乐是属于我们一种的音乐了 其实我是觉得 不是说 其实音乐是没有分 我自己认为是没有分什么国际 不分什么派别吧 这只要你能玩你心目中你所想的音乐 那就那就对了 那你的这个语言方面呢 因为你选的是广东 广佛话嘛 那你的发音是属于马来西亚发音 还是香港式的发音 还是广州式的发音 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发音 因为我从小到大 因为我本身是广东人 所以我所有的作品都是以广东为主 因为我母语嘛 我不知道我的广东是哪一派的广东人 你本身的你阿公的 我阿爷是中国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我家里的历史记载的话 应该是广东四溢 有些人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有西都大在广东 其实我来英国人 虽然有些求咒人 有些客家人 有求咒人 求咒人 求咒人是谁 我是求咒人 你下次要不要一种唱一首 对对对 我们正在 其实我们是正在准备要打下一张 下一张的时候 他要唱一首潮州的摇滚 真的 对因为是他爸爸教他一定要这么唱 真的 对对对对 其实他在玩音乐是他爸爸教他玩的 因为他爸爸也是 年轻也是一个吉他手 对啊 中洲摇滚 对啊 中洲摇滚 唱鬼故来听听 没 没 我也是很期待 潮州摇滚 真是蛮蛮 这样啊 好这时候呢 我们要听到这首作品呢 你说我们 你们说的就是很少写情歌 对对对 那这首情歌 我看了歌词哦 嗯 的确碰了太太那么多年 就触碰了 就是说跟 啊 其实这首歌呢 是写给你太太 是第一次 我其实呢 虽然这首歌是我写 但是我是授集了他们四个人的意见 因为我是访问了他们四个人 他们也跟我说是同样有这样的感觉 然后就把它写出来了 都结婚了 有些结了 有些是班结 跟你们相处实在学到很多很特殊的语言 因为就是心灵上的触碰 然后就有了爱情的滋润 就写了这首歌叫 只有你 只有你 对 好甜蜜的 送给我们的太太和我们的女人 怂妙 没有 比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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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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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当初很多玩摇滚音乐 开始注意摇滚乐 除了你,其他的呢? 因为都是后来的吗? 可能有些都没有听过 谁是Beyond啊? 不可能吧? 都没有听过? 都知道是谁吗? 因为今天我不知道哪一个算是说话比较多的 我就选了这个潮州仔 来,我们来说说几句话 我想知道就是因为当年我们所了解的 就是一支乐队人来人往 有走,有走,有流 所以,可是当一支乐队 如果它留下的只是可能原本的 可能两个或者一个 那当初的整个乐队的风格 会不会怕会改变呢? 或是怎么样呢? 当然,主要我们在这次 我们集合我们这几个人的时候 我们也不是 除了在技巧上面 要达到我们一定的 大家的认知度 就是我们的信念要一样 所以,我可以说是根本 是没有影响 没有影响 这,各班不一定 不是只是大家 就是拿几个角出来玩 除了这个以外 就是大家是兄弟般这样子 就是一般的好朋友这样子 对,大家的信念都要一样 对,因为我也觉得我们一种 其实来到这个时候是很奇怪 很多东西是 像我们在做音乐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拿一首歌出来 那大家就非常有feu 就有很多时候我们的片局 就不用多说什么 就很奇怪的 就你给一个音 然后我就打一个牌子 那就成 就大家就是喜欢这一种 这样的沟通的方式 就很奇怪 我们也是觉得 我们常常说 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样 就是来到现在这个时候 心态不一样了 因为毕竟年龄不断的在增长 再加上 再加上人生历练更多了 所以玩起来音乐 跟家里也扯上了关系 我们再播出另外一首作品 也是今天节目 刚才从爱情到你们的孩子 我们可能大家都很难想象 这首歌是写给孩子的 会是一首怎么样的歌曲 可是要跟大家说说一下 几样到来的26号 就再多两个星期 就是你们的这场音乐会 叫做一种 对一种 抗衡岁月 绝对有关音唱会 这是抗衡岁月 绝对摇滚演唱会 对 那这场演唱会呢 刚才特别提到 会在5月26号晚上8点 在木提阿拉达曼萨拉 对 这个地方呢 Wisma Banli 对对对 这场音乐会 就是目前已经是公开售票了 对 是以售票的方式 呃 售票的方式 售票方式啊 对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联络自电话 0193608559 0193608559 或者是可以浏览你们的官方面子书 怎么会没有面子书的 对 这个年代没有面子书 他就没有面子书 对啊 所以一种的面子书是哪里 这是facebook.com slash aliennot.ban OK 再说一次 再说一次 facebook.com slash aliennot.ban OK A-L-I-E-N-O-I-D 对 dot B-A-N-D 非常能力 下次不要讲那么长的名字 我记得那个A-L-I-E-N-O-I-D A-L-I-E-N-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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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这些不需要告诉我的 你们太诚实了 所以遇到诚实的人 总会有诚实的对待 你们既然那么诚实 我们再播多一首歌去 万岁无疆 这首歌是送给孩子的 我想今天节目也时间有限 有机会我们再来 慢慢的聊你们音乐 今天最主要是 特别要为大家介绍 这场音乐会 那如果大家对他们的专辑 有兴趣的话呢 记得到唱片行去 认购他们这一张 唱片的封面很容易认 长得很像 谁呢 好多人说像香港 澳门的赌王 对我不说他的名字 那个封面长得很像 澳门的赌王 然后赌王的这一个 头上呢就刻着 那个义种这两个字 还有一个炕子 还有炕子 就是炕衡岁月的炕 对对 好我们这时候来听这首歌 万岁无疆 这是特别送给谁的孩子的歌 我们 每一个孩子 每一个人都有孩子了 其实是我们三个 我儿阿Sam和阿达 已经有孩子了 那么其他那两位 他们即将要出来 即将对对 就快了就快了 你看你们孩子多么的幸福 都有歌可以唱可以听 非常感谢你们 今天大家都爱说话 你们很腼腆 下次有机会的话 多来说话 多来唱歌 我们非常感谢你们 Elean 9 E种 我们也非常的谢谢 谢谢你 谢谢你 有没有这个机会 给我机会来访问 十二年前的传奇乐队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我们来听这首 万岁无疆 好 Rock on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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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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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